中美贸易战才刚降温没多久 加拿大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宣布展开调查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28日表示 已经对从中国、韩国及越南进口的钢铁发起初步的倾销调查 主要是针对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冷嘎碳素钢板 调查是否有损害加拿大钢铁工业的倾销行为 加拿大国际法庭指出调查结果会在7月24日出炉 并在8月8日提供判断理由 事实上美国商务部上周已经展开类似行动 美方发现原产地在中国的越南钢铁产品逃避美国的反倾销命令后 已经对其大量征收进口关税 全球钢铁产业正面临着产能过剩的困境 其中大部分的过剩产能来自中国 影响并拉低了钢材价格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7日发布声明指出 将拟定新的法规以打击像中国这样以不公平的低廉价格 在国外市场清销钢铁和铝的行为 新法规加大了对加拿大边境管理局的权限 以识别和打击试图逃避进口关税的公司 新法规增加的内容包括授权加拿大边境管理局 调查在境内组装或对产品进行轻微修改 以逃避检查的公司 在确定关税时参考出口国市场价格是否扭曲 根据国内市场价格确定进口关税 与允许工会参加加拿大国际法庭等机构的诉讼 以调查外国产品是否伤害加拿大国内生产商等等 声明发布后 新法规将在15天之后生效 加拿大目前与中国墨西哥正在进行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 从去年8月开始至今 由于存在很大的分歧 因此进度缓慢 加拿大对中国钢铁展开反倾销调查 可能也是为了北美自由贸易做准备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黄仁杰整理报道 到这里